长相思二片酬一倍泄露 一番 二番差四倍 杨子莫名当了出头鸟 2500万碾压众人 邓维低的离谱 张婉义我没想到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长相思二的播出 一经开播就屡创收视记录 毕竟各种高光明场面全在第二季 小妖风龙大昏 香柳下线 枪悬一桶大荒 去年长相思火爆程度 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这部剧不仅让杨子稳坐收视女王宝座 更是成功带红四位男主 那么他们的片酬有多少呢 杨子 如今杨子绝对是九十花top级别的 作为童星出道的他 代表作品那是数不胜数 一部加油儿女让他家喻户晓 虽然后面有些断档 但2018年的香蜜 2019年的《亲爱的热爱的》 奠定了他顶流的位置 这之后他彻底杀疯了 商业价值不断攀升 商务代言街道手软 可以说有他在的剧集 就保证了收视率 去年长相思第一部 让鹅厂赚得盆满钵满 剧播后的演唱会 更是大大赚了一笔 长相思 但凡换个女主 都不会有现在的成绩 还没开播的时候 便有34个品牌 看在杨子的面子上 和长相思联名 这些都足以证明 它的商业价值有多恐怖 国际版更是在马来西亚 越南 新加坡等地同步播出 作为古装界的扛把子 杨子演技好 还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和良好的口碑 是制片方最爱的女演员之一 杨子饰演的小妖 始终放不下 对涂山景的情感 偶然遇见对方时 她先表现出来的是嫌弃 微微眯起双眼 看着对方身影 眼神轻蔑 面对背叛自己的人 小妖怎么可能会有好脸色 可在人后提起涂山景 小妖还是忍不住 为这段感情难过 她想起对方眼眶瞬间湿润 眼睛无神 似乎想起了之前的点点滴滴 短短几场戏 杨子就把小妖 对涂山景的复杂情感 铺展在观众面前 每一次情感的变化 都能让观众与之共情 杨子的演技太好了 如果说小妖是全剧的灵魂 那么杨子则让小妖活了起来 信心令没颁布之前 她的片酬轻松过异 经过广电整改后 内于片酬大打折扣 规定只有一线小花 小声能达到2000 2500之间 显然 杨子就在第一梯队 而长相思又是S加级大制作 网传她直接拿到了最高片酬2500万 谭剑刺 男团出身的谭剑刺 虽然不是专业科班出身 但演技相当不错 能精准地把握角色感情变化 她饰演的香柳 真就是抠书式演技 出场极惊艳 香柳这个角色本身 就让人感到一难平 她为鲍恩数百年助手着陈荣残军 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战死沙场 将对小妖的爱意藏在心底 不愿表露 谭剑刺将角色的复杂情感 诠释得太到位了 别看现在剧中的四个男主 火得一塌糊涂 可长相思一播出之前 他们还都是娱乐圈的小透明 片酬算不上太高 直到22年 谭剑刺凭借罪图件成功出圈 她才彻底在内于站稳脚跟 片酬比以前高了不少 也是长相思男团人气最高的一个 网传在1100万左右 张婉逸 幸亏枪玄一脚由她出演 而她又有着精湛的演技 否则不敢想象 枪玄会被骂得多彩 张婉逸在这部剧算是难易的存在 她饰演的枪玄有野心有抱负 对小妖隐忍的爱意 更是让不少观众磕生磕死 张婉逸片酬不高 主打性价比 没火之前演了好几年配角 直到觉醒年代资源才慢慢好起来 但觉醒年代是一部革命剧 片酬很低还是倾向戏 很少有流量演员愿意出演 感谢他们的剧演 才有了张婉逸的陈妍年 也正因为陈妍年这一角色 才让观众知道了她 后来乔家的儿女虽然也是热播剧 但对她加成不大 在娱乐圈也就是三四线位置 真正让她有热度的剧 还是长相思 枪玄作为张婉逸的第一个古装角色 也是她第一次演男主 为此她的片酬自然也不太高 但毕竟戏分不少 为此网传片酬在950万左右 邓唯 邓唯2021年才出道 出道作品《玉龙没什么水花》 之后的作品更是扑得毫无声息 长相思之前 她的剧《玉龙》勉强有点热度 但玉龙的装造很拉垮 剧情也很一般 一度男主王鹤蒂 算被朝上热搜 所以这部剧对她的加成不大 因此街拍《长相思》时 她算一个八成新的新人 片酬自然不会太高 网传在470万左右 然而凭借《土山景》走红后 她的身价翻了不止一倍 2023年出演《长岳静明》 艺人分尸三角 逐渐被大众熟知 但在接《长相思》时 这部剧还没播 知名度市场号召力未知 片酬自然不会高 如今在想请她出演古装剧 片酬至少在500万左右 王鸿逸在剧中饰演男四赤水风龙 和其他三位演员相比 饰演赤水风龙的王鸿逸 应该是名气最低的 剧播之前 娱乐圈查无此人 她唯一出圈的只有军训时期的神言 磕串了月光变奏曲 岂是天下等剧 那和一个出圈的角色画面也没有 她不仅是《长相思》中出场最晚的一位 还是和小妖戏剧冲突最少的一个 所以磕她和小妖CP的人不多 片酬和人气自然而然就成了四人男团里最低的 网传在330万左右 长相思二开播前 正巧刚上她的杨康上线 并借此狠狠圈了一波粉 不知道这一季磕妖风的人会不会因此变多呢 戴露娃 饰演阿念的戴露娃 出道九年 人不彪悍往少年里的黄灯灯 穿越火线里的楚歌 让她被观众熟知 第一集中 戴露娃饰演的阿念就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蛮横骄纵心思却很单纯 一点都不讨人厌 尤其是桃桃乌龙大战轻蹄茉莉的场面 令人记忆犹新 长相思二中 戴露娃的演技依然出彩 她笑容明媚可爱 眼神单纯 一看就很容易被人骗走的样子 这种清纯的少女感换成旁人眼都演不出来 对细腻情感的把控 戴露娃完成的也相当到位 听见 枪雪要纳别人为非时 刚才还笑意赢赢的她表情一下子呆住 缓缓转过头来 眼神写满了惊讶与不敢相信 雕满任性却又活泼可爱的她 让观众很是喜爱 演技美貌俱佳的她 却一直不温不火 在影视圈连三四线都不适 身价当然也不会高 网传片酬在三百万左右 黄灿灿 饰演防风异应的黄灿灿 凭借五大笑话的名号瞬间走红网络 这之后便开始了演艺之路 出道就是女主 2015年在电影版泡沫之下饰演尹夏末 可这之后她就没了消息 虽然一直在拍戏 但知名度全无 直到长相思播出 她才再次被大众想起来 没流量演技也一般 网传片酬在二百三十万左右 王真 饰演陈容新月的王真 光听名字就不知道是谁 足以见得她没什么名气 但其实早在2014年她就进入演艺圈 《青秋湖传说》绝代双胶里都有她 大热剧《心汉灿烂》 她更是出演了重要角色三公主 她饰演的陈容新月 出场就被跌死 是目前最不讨喜的角色之一 她自私贪婪 只想与枪玄同甘不愿与她共苦 或许陈容新月自己都没意识到 比起枪玄的心 她更想要的是西岩王后的位置 枪玄提亲后 她抑制不住嘴角的笑容 眼中却充满算计 有种小人计谋得逞的记事感 大婚当日 陈容新月身穿喜福 投逝之下她神情冷静 可在当场人叩拜之后 她微微勾起的嘴角 那是虚荣心被满足之后的得意 当枪玄将王后之印传给她时 陈容新月死死盯着印章 嘴角的笑容更加放肆 眼中有着藏不住的野心 好在演技不错 性价比高 网传片酬在380万左右 以上几位主角的片酬 你觉得还算合理吗